你以为超群绝伦的红七弓是神雕侠侣中最厉害的高手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球千刃 他本是铁掌帮的帮主 还以铁掌弓和轻弓水上飘文明江湖 但是在出家之后他就不再使用武功了 而在神雕侠侣中 他因精神分裂还将丐帮长老打死了 后又打出十四掌 把伊登大师给打伤 而他在与玄铁剑的杨过队战时 因为年龄的原因被击败 此后帮伊登去打探消息时 结果途中遇到金伦大王 使两人大战了一天一夜 最后重伤不至 第九 红七弓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忽略红七弓的存在 他饥饿如仇 行侠仗义 还把降龙十八掌练得炉火纯青 而丐帮的绝学三十六路打狗棒法 也是他所拥有的 在华山之巅与欧阳锋对战时 虽然欧阳锋禁破了他的打狗棒法 但是在实战的时候 欧阳锋并没有太长时间去思考 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九 第八 欧阳锋 他是天下五绝之一 而在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 他在暴斗的状态下 几乎完胜了东斜和北盖 因此还荣获了天下第一的名号 并且从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在武林热搜榜上 留下了一笔浓墨的重彩 虽然他受失忆症的状态影响 使其的状态大不如以前 但是他依旧靠着 逆练版的九阴真经和蛤蟆弓 让其的实力一点都没有掉队 跟红七弓对战时 他俩的实力几乎完全接近 因此将其排在第八 第七小龙女 在双雕中 女侠的排名都并不是特别高 即使是射雕英雄传中 最厉害的林昭英 也由于她是女性 不好意思抛头露面 最后没能参与第一次华山论剑 因此还排不进五绝 而小龙女秉承林昭英古墓派的武功 并且还是林昭英正宗的单传女弟子 因此她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而她最厉害的就是轻功 虽然小龙女她是生病的状态 但是比轻功 还是可以把一灯大师和杨过援甩了 另外小龙女的战绩也十分漂亮的 还曾单挑全真四子 并且还获胜了 后又撂倒金轮法王 第六黄耀师 她也是天下武绝之一 还因历练九阴真经 使其在武学的道路上 开出了另一片天地 并且在射雕结尾前 就已经成为了天下第一 虽然她在神雕侠侣中 出场次数并不多 但是她曾一招就把小龙女制住了 还与郭靖对拼一掌不分胜负 最后在华山绝顶 与红旗公激烈地战斗了七天七夜 随后游进灯窟 而在临死的时候恢复了记忆 并且两人还互相拥抱后大笑而逝 由此可见 她的实力还是可以的 第五 伊登大师 在神雕侠侣的时候 华山的武绝几乎已经没有几个了 就留下了南帝段志兴 也就是伊登大师与东邪黄耀师 虽然伊登大师拥有绝世武功 但是自从他出家当和尚以后 真正出手的次数就没有几次 并且在神雕侠侣影视中 伊登大师可以说没有用过什么武功 而他的伊扬指武功是极其厉害的存在 但是论及轻功 连徒弟词恩都比不上 第四 金伦法王 他是金庸武侠中最具魅力的反派之一 而金伦法王在练成了龙象班若公之前 多次与郭靖对战基本上都不分上下 并且在当时郭靖的实力 早就不低于西渡欧阳峰和北盖红旗公了 这完全可以说明 在早时候的金伦法王 就已经拥有五绝的平均实力 并且在炼成龙象班若公第十层后 金伦法王出手的几次 基本上都是不劳而获 而实际上已经提高非常多了 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出手 第三 周伯通 他在神雕侠侣中是一个武学奇才 并且还是一个武痴 而他作为全真教的正宗传承者 可以说他的内功基本上要比王重阳高 此外周伯通 他拥有九阴真经该武功 并且还是与郭靖一样的 属于完整版 虽然在第三次画山论剑时 他第一名的原因很勉强 但毕竟实力放在那里 因此他还是非常厉害的 第二 杨过 他是神雕中的主角 还非常幸运地学会了很多极强的绝学 比如九阴真经 全真剑法 玉女剑法等 虽然因为一些原因把郭福给得罪了 后就失去了一条手臂 但是在神雕的指引下 他发现了孤独求败使用的剑 并且还选择了玄铁中剑为武器 再加上舍胆增利与海巢练剑 后与周伯通对战时打了个平手 还在襄阳敖战时 险些胜过金轮法王 并且他的武功已经超过了武绝境界 甚至还能达到无剑境界 由此可见 他的实力还是挺强的 第一 郭靖 他的武绝知识是非常高的 并且他还是一位武功十分强的侠客 还曾与欧阳峰 红七公等高手对战 甚至可以说他的武功 是被欧阳峰逼着才练出来的 而且他还拥有左右护博和北斗七星的阵法 虽然在华山论剑时 他的实力只有准武绝 但是在神雕初练了十余年的九阴真经后 他的实力完全达到武绝之境了 并且张无忌与乔峰过招 但武功不如乔峰 由此可见 将郭靖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